哈喽,欢迎来到99TV苗知识,我是Joey 原本应该出TV版AFA第四期解说的 但是最近Netflix上有一部韩剧上了全球多个地区的榜首 我原本其实也很少看韩剧 看预告貌似是用儿子游戏包装成一种死亡游戏 输入的人就会死 这让我想起我之前做过的一部日剧解说 就是《经济之国的闯关者》 而这次韩国的鱿鱼游戏 与《经济之国的闯关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说实话,我刚开始看了两集就放弃了 由于我每天的时间都比较紧张 所以韩剧那种慢节奏很容易让我气看 当然我不是说慢节奏不好 慢节奏可以更细腻地描写人物 但我个人更喜欢就是快节奏的作品 尤其是现代人满路的生活 最好就是剧集可以制作的挺凑凑 但是我之后看到《鱿鱼游戏》的成绩亮眼 怎么也不能错过 所以我就重新将《鱿鱼游戏》看完 那现在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这部作品的感受 所以今天我们就暂时弯掉Eva来看看《鱿鱼吧》 《经济之国》的闯关者与鱿鱼游戏 都是用闯关死亡游戏的形式推进故事 但是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于《经济之国》的闯关者是漫画改编 所以人物设定与表演有着浓浓的漫画风格 加上故事中是去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一样的无人世界 更加与现实脱离 有一种虚幻的感觉 但是韩国的《鱿鱼游戏》 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神秘组织 参与者都是现实中的人 有高材生 医生 黑社会等等 代表社会上的不同人 更有一种真实的感觉 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就是需要玩死亡游戏 闯关者是赢得游戏后换取存活的时间 当然在游戏中输了的话也自然会死 这种双重压力使得不得不接受死亡游戏的挑战 而赢了就是为了活着 主角活着除了想办法回到现实世界 还想解开这个奇怪世界的真相 而游与游戏有所不同 参加游戏的人都是自己报名的 所以是自愿玩死亡游戏 目的是为了高额的奖金 而且玩家不想玩可以离开 但是奖金就没有了 而这个主角开始就是为了还债 所以才去参加的 无法完成游戏或想终止游戏的玩家都会被处死 闯关者里是会被从天而降的雷射射杀 不管你在哪里 在地下一样都无法逃脱 就算是帮助管理游戏的发牌人一样都会被雷射射杀 而在游与游戏中 玩家都是被枪射杀的 整个游戏都是被一群红衣戴着面具的人管理 他们掌握了身杀大权 而游与游戏里面的管理员头上的标志都很有共鸣 只要玩过Sony PlayStation的都会很有亲切感 圆圈三角形与方块 唯独缺少叉的符号 这对爱玩游戏的人来说非常的有亲切感 所有的管理者都戴着面具 如果管理者不遵守规则同样会被处决 而且里面的规则都有退出条款 而退出条款是在这类题材中少见的 一般只要进入了这种游戏就无法退出 就像闯关者 所有的人愿望就是结束那个恐怖的游戏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 但是由于游戏中 只要一半以上的玩家想终止游戏就可以离开 看似是玩家有自主选择的船 但是第一批死的那255个人 其实并没有自主选择的机会 因为他们参加游戏时 并不知道淘汰指的是死亡 当然后来再次回去赌命的人 算是自愿参与 因为他们经历过那恐怖的过程 依然要玩 这确实是自己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要参加这种玩命的游戏 虽然每个人的原因都有所不同 但是大多数回来的人 都是在现实中没有希望 每日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而再次回到游戏的人 看似又再次回到了地狱 其实他们在现实世界 同样也如同地狱 所有没有太多的区别 但是在游戏中 如果运气好 还可以拿到无法想象的奖金 在游戏游戏中 一开始的游戏就是 123木头人 这个游戏估计是所有人的童年回忆 所以用这个游戏作为开始 很容易找到观众的共鸣 再加上被淘汰就会直接击毙 把整个紧张气氛都提高了 在第一项游戏中 直接枪杀了255个人 这使得参赛者感到极度的恐慌 不过被淘汰的人 每人算作1亿含元 直接累积的255亿含元 也就是5亿9800万台币 1亿6100万港币左右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赌命 虽然这个奖金很高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游戏 一下子就杀了一半多参赛者 难免让人感到恐慌 就算有再多奖金 死了又有什么意义 但是对某些人来说 这就是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财富 他们也想留下试试运气 而第二个游戏是碰糖 碰糖是韩国一种传统的甜品 也叫做焦糖饼干 要在现实10分钟内 将碰糖上的图案 用真切磕出来 如果图案被破损 就会被淘汰 第三个游戏是拔河 算是团体赛 拔河输了的一番 全体成员都会掉落平台摔死 而所有人的手都锁在绳子上 逃无可逃 在这集中 展示了拔河的一些技巧 就算队伍中有老人 女人 一样有取胜的可能 第四个游戏 弹珠 这个没有明显的规则 两人一组 双方协商玩法 只要不用暴力 将对方的弹珠 赢到手就可以 即便是骗取 也被允许 这个游戏 有些像闯关者里面的 红星游戏 在游戏开始 叫大家组队 当然大家都会 与自己最信任的人 组成一队 但是没想到的是 游戏是要大家 与队友比赛 与自己最信任的朋友 做出生死的抉择 就如同红星游戏 让朋友之间 互相在生死之间选择一样 当然我认为在闯关者故事里的 红星期游戏 确实会让人产生寻死的念头 一群朋友中 只有一人可以存活 而且失去朋友的人 也没有勇气 可以在经济之国中活下来 毕竟三天就来一次的死亡游戏 而且看不到尽头 相反在游戏游戏中 想活下来的欲望会强很多 因为大家都有着一个目标 就是最后的奖金 而且只有六场游戏 只要撑到最后就有希望 第五个游戏是过垫脚石桥 这关其实是纯属运气的一关 参赛者需要一个接一个通过玻璃 而每个人面前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强化玻璃 一个是普通玻璃 每走一步都要进行一次选择 所以在这个游戏中 拿到前面号码的人几乎都是送死 而越往后面的就越安全 最后就是片名说的鱿鱼游戏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所有游戏中 最无趣的游戏 听说韩国原本的鱿鱼游戏 是要两队人单脚跳 分进攻与反手 反手的人一定要阻止进攻者 进入鱿鱼的头部原型 不过说实话 在影片中没有体现出 这个游戏的玩法 只是变成了简单的相互厮杀 这可是剧集名称的最终游戏 说实话让人有些许失望 整个剧集中强调的就是公平 虽然这里与现实世界一样都是地狱 可是这里比现实世界唯一优越的 就是拥有公平 所有参赛者之间都是平等的 所以才会处决了参赛者中的医生 与暗中做倒卖气光生意的管理员 但是看到最后发现 原来所谓的公平在一开始就不存在 001号的一位爷爷 原来就是整个游戏的策划人 来看游戏表演的VIP 也可以随时主导游戏难度的改变 就像在弹珠游戏中 001号老爷爷故意输给主角 也不会被杀 因为他就是游戏的创办人 当他感到害怕游戏就会终止 就像在寝室的厮杀 也可以算作是额外游戏 他们故意给很少食物 让玩家与玩家之间起冲突 可是在误杀对方后 管理员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死去的人会累积到奖金之中 这也是故意让他们夜晚在熄灯后相互残杀 而且在过电脚石桥游戏中 正好有一位参赛者可以分辨出 钢化玻璃与普通玻璃的区别 这样来看VIP们觉得很无趣 游戏负责人就立即提高难度 将所有关线都关掉 这样不但是分辨不出玻璃 对前进也造成问题 当然在剧集中虽然关了灯 貌似大家依然可以准确跳到前方的玻璃上 其实这样的游戏在开始那一刻 已经丧失了公平 老爷爷的存在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有人可以分辨玻璃就提高难度 这也是不公平的操作 所以我认为游戏中所说的公平根本不存在 记得游戏负责人曾经说过 这些玩家其实就是马场的马 他们存在的目的仅仅是娱乐有钱人 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像是罗马斗兽场 同样是用生命提供娱乐 而整个故事一开始就让观众心里有一个问号 为何要做这种游戏 屠杀这么多生命 冒这么大险举办活动为了什么 一开始因为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有签署器官捐赠卡 所以怀疑会不会是用盗卖人体器官来牟利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 原来确实有人在发卖器官 不过是一群管理员勾结起来私下偷偷做的 所以并不是游戏创办者的目的 那么这样一来 更不明白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了 当提到有VIP存在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会想到 他们很可能制作这样的游戏 是为了卖给喜欢看的人群 比如说那些制作虐待动物的影片 和之前曝光的韩国N号房事件一样 如果N号房女性自愿参与 男性付费自由观看 就是你请我愿吗 就像游戏游戏一样 玩家为了奖金自愿参与 VIP愿意付款欣赏 这个算作情投意合吗 看到这里观众似乎都认为 这就是创办游戏的目的 是为了赚那些VIP的钱 可是故事最后 揭开001号老先生就是创办人的时候 他与那些VIP创办游戏的目的 仅仅是因为钱太多 找不到人生乐趣 而创办这种杀人游戏只是娱乐 自己亲身上阵 是为了体验 作为观众无法体验的乐趣 而这个看似十分荒唐的理由 体现了人的立场不同 看到的就不同 参赛者只能看到奖金 象征着那些拜金主义的人 而创办者想看的是 人性厮杀与混乱 象征着那些幸灾乐祸的人 当然另一个层面就是 韩国最喜欢表达的社会阶级问题 底层人士与富豪的对比 就像之前的寄生善流一样 韩国最喜欢捕捉有钱人与穷人的对比 但其实我更期待经济之国的 闯关者的结局 毕竟期待作者可以合理解释 那个不可思议的经济之国 是如何产生 以及有什么方法才能回到原本世界 第一季的故事 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之前做的影片哦 好了今天就与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鱿鱼游戏 如果大家对只有9集的鱿鱼游戏 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喜欢的人多的话 我会在讲完TV版EVA之后 来制作详细的鱿鱼游戏的影片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